伟大的藝術家Michael Angelo曾經說過 畫畫是用腦畫,不是用手畫 作為表演藝術工作者,除了要有熟練技巧之外 亦都要思考這個世界的人和事 這樣才可以進入表演藝術的殿堂 我是主生舞蹈,而舞蹈學院主要提供身體上的訓練 和舞蹈相關的知識 為了令我自己有更全面的發展 頭腦更靈活和有不同的思考模式 我亦都會去修讀其他科目 譬如有關藝術、歷史、文化等等 剛剛進來的第一個季節 讀到Walter Benjamin的《機械複製時代》 他引領了未來四年 如何去認真看待電影 電影其實是夜媒界 他的性質是甚麼呢? 為何我所拍的電影 是不可被其他藝術所取代呢? 在我的畢業作品 是做卡秒的誤會 我是負責燈光設計的 我加入了很多哲學的元素 其中有一幕 劇本裏面有一個真相的揭露 我用了一個燈光的氣氛 去模仿了一個太陽的設計 有一年我看到 很多師姐表演的節目叫做《上善藥水》 而老師就要求師姐必須明白這句話的含意和出處 否則就無法表現出這隻舞蹈想帶出的內容 所以就令我發現原來好的文學水平 對於舞蹈員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和很有幫助 作為學院的舊生 老師亦是一個表演藝術工作者 我深深地感受到 在這四年的學習裏面 除了接受專業訓練之外 亦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讓同學去探索一下未來的路向 我是一個舞蹈員 亦是一個編舞 而創裝是需要豐富的知識 和廣闊的視野 所以當你將來用到的時候 就會發覺你當年讀的科目是真的有用的 主學科和CS科一樣重要 它們是一個雙負雙成的作用 擴闊著我的視野 令我多了解世界 在我畢業那年發覺 原來這些文化、藝術、哲學性的科目 其實是很重要的 當時我就把握機會 就想再讀多些 當學校有提供這些資源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珍惜機會 去學習更加多的知識 香港演藝學院的輔助學科 為同學的學習和演藝事業打好基礎 一起迎接未來的新挑戰